我们在无人区献车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从NASA自驾双湖了第二天 我们从班戈县继续出发 前往双湖县 一路上车扫路况好 蓝天白云风景不错 原本我非常期待今天的行程 因为途中会路过班戈厝和森林厝 结果意外发生了 海拔4700多 你有没有干法呢 有什么感觉吗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多感觉 昨天住了一晚 反正睡得还挺好的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还是不能剧烈运动 如果你跑步呀 那种剧烈运动肯定不行的 就会很喘很累 但是这个海拔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已经很高的 可能大部分人来的话都会高反 所以大家要来之前 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一定的了解 不要贸然来冒险 尤其是高反严重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那说明你还是很适合西藏的生活 跟海拔的是吧 高原生活 哎 这有个中石油 这个不是我们 这个不是我们用家的 对 之前还说就只有一家 这又有一家 新开的 这个班戈县啊 现在我们是发现了有两家中石油 之前网上说是只有一家 所以加油的问题 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往色宁错湖边去 这边有一条土路 轿车也可以下来 旺山刨丝 上面的时候感觉很近 下个坡觉得就到了 结果过来好远了 还没到 是不是有十几公里 我上来感觉还有 十公里应该有 刚刚我在上面 我觉得就一个坡 对 在高的地方看情况就到了 前面有一只藏羚羊 就看到一只 他都已经慢慢在往前走了 又停住了 没事 他不会跑的 只要他现在不跑 他就不会跑 飞无人机会把他吓跑 对 无人机声音太大了 有两只在往那边走 还有一只就是刚刚过去的 对 我就说有三只出来的 拍到藏羚羊羊了 这边自然生态环境就太好了 不虚此行 所以说我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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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厉害 太美啦 啊 不能往里走了 真的有点陷进去了 到 直到 直到 到 到到到踩着油门 天呐咋整 踩着油门倒不动 不能再往前走了 会越陷越深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不要下路基 不要下路基 现在惨了 我剪点石头过去 垫在那个前面轮胎 看看能不能倒车 倒出来 面临这么美的景 现在心情一点也不好 过来再往前开了 我感觉得把这儿都土挖了 轰着油门轰不动 是不是 对 它轮子转吗 没转 你去看一下 你去 我来看 你去我来看 把这旁边的土刨开一些 看看能不能上去 它电灯扇的嘛 突然就睡在这里 突然就睡在这里 下面是硬的吗 下面是硬的吗 所以 所以 风不动 下面底盘在这儿 是不是也要搞 把周围的土刨了 看看现在踩油门 烘油门 倒车 看有没有反应 轮子没转 转了一点 转了一点了 你要往这边打方向吗 你往这边打方向 这土都是湿的 只能直到 我觉得 动了 轮子动了 这边动了 动了 但是它是感觉在打滑 在原地打 转 我觉得是不是还要把那儿土挖一下 要两个人来往后推 可能一把轮出来 要不这儿 它已经压了一个坑 然后把这个轮胎后边的泥巴再弯一下 如果有个拖车帮你拖 可能两下就出来了 或者前面两个人推 车帮你拖铁 老板在我卖你的洼图 老板一直都很心疼 轮胎已经漏出来了 然后捡了一堆石头 打算垫在轮胎下面 ah 海鳔 熊 零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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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巨线车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还没有弄上来 先泡个泡面 老板今天挖土都辛苦了 挖到现在全身都是土 都是泥 吃个泡面吧 欣赏一下 瑟琳措 来了都没好好欣赏 近在线车了 棉也晒黑了 六点半了 三点半就限了 已经三个小时了 好安静啊 一个人都没有汁 除了我们俩 现在能有酸奶吃 有泡面吃已经不错了 从来没觉得泡面这么好吃过 开水我都不敢倒太多了 都得省着点用啊 还要开水 还好早上打了一会儿 对吧 好吃吧 以前我觉得泡面是最难吃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限车了 我们两个人弄了三个小时 把那个坑给挖了 填了好多石头也没弄出来 然后我们就打110报警了 然后刚刚警察找了我们好久 因为这个地方手机信号也不好 微信也没有办法联系 就是发不了定位 加不了微信 他们就绕着那一圈 刚刚我看到他们 让他们在那边过来了 终于看到他们了 太感谢警察叔叔了 又给他们添麻烦了 过来了 过来了 对 你一直往前走 你一直往前走 你们现在就在湖边吗 灯很亮 看到我们的车灯了吗 但是我看到你们的车 一直上面闪着红灯 那你就一直往前开 离你们近不近 不远挺近的 对 一直往前开 好 谢谢 他们终于看到我们了 天哪 第一次找警察叔叔来救援 知道给他们添麻烦了 然后所以以后大家出去 一定这种不要下路基 我今天就是觉得 好像那个地方是硬的 也没下去看 就开下去了 你结果前面就陷进去了 不是越野车 不是市区 不要轻易下去 去告诫大家 警察叔叔刚刚打电话说 他们的车也陷车了 在那个地方陷的不深 然后我们过去帮忙推一下 就前面这个 晾着红灯的地方 警车也陷车了 太难了 都是我们的错 跟别人的东西 不容易 今天看到 ничего 根本人 现在还有吉他公斤了吗 吉他 他公斤了吗 他没有 一切 盆So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救援车鸟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刷一下就拉上来了 这个玛丽太猛了 我们先把车先倒过来 那个他们的车先去拉出来吧 走这个硬的地方 对 走这个硬的 千万不要往边上走 这边应该过去吧 就沿着那个湖 天哪 真是太谢谢他们了 我先靠边一会儿过来 先让他们走 对 往这边靠一点点 这就是我刚刚倒车上来的地方 哇 这个硬子这么深 一开始踩油门 倒车的时候没反应 踩不动 后来使劲猛踩一下才出来 今天陷了这个地方 就是这儿 以后大家开车走到这儿 肯定有个教训了 这么大一个坑 一看就是一个车的这个 我人走在上面 其实这儿挺硬的 刚才打电话问了 来拖我们车的 乡政府的那几个小哥 他们过去拖警车 刚刚打电话 说他们的车也陷进去了 今天晚上只能回去了 这个晚上太黑了 啥也看不见 路也看不见 感觉特别累 一开始是我们的车陷了 警车来救我们 然后警车在那边陷了 现在他们来把我们拖起来 去拉警车 他们又陷进去了 他们现在走过来了 然后我们开车 把他们送回乡上 现在呢 我们是在门当乡派出所的 值班室住宿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然后刚刚跟着警察叔叔 还有这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一起来这边 他就让我们今天晚上住这边 本来我们还打算睡车上的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图 从这个地方到森林错 有90公里 他们开了90公里 去帮我们拖车 而且自己的车还限了 然后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然后明天呢 他们还得去把车给拖上来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